我是用那個VBA,這個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它有叫Day Add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裡面更多訊息的話 游標放在上面 按個F1 F1就是它裡面相關說明,然後我是利用它裡面相關說明 它需要三個東西,那我給它三個東西 它會給我我需要的結果 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那裡面 在Day Add上面 按個F1 裡面就有答案了 那怎麼怎麼使用 其實就照 所以你可能慢慢習慣 如果你想要學更多的東西的話 其實在VBA裡面 它都有幫你提供一些答案給你 比如說Day Add 這邊可以把它執行 把它執行起來 那裡面的話就是 會跟你講說 我這個是做什麼用途的 然後呢 我的語法需要會有123個東西 你要給我 其中這個Inter 它底下會跟你講說必要的喔 一定要給我 Lumber也是必要的 一定要給我 Day也是必要的 所以這三個一定要 這三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分別就是說你要 加什麼東西喔 那Inter如果 你不知道 底下有 Inter的相關引數 如果是年 就是四個Y G的話是一個Q 如果是周的話喔 不是一個W喔 一個W是一周的日數喔 不對 應該是周 兩個W 所以你會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知道這些啊 其實這邊都有答案啦 所以我只是 反正他要什麼 我就給 把他給我的訊息 加上去 然後再補上 你要給他的 比如說 幾年 幾季幾週 還有跟哪個日期相比 那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他上面有 Number嘛 幾季 幾年 幾季幾週嘛 然後Day是跟哪一個 日期相比 那我給他 他需要的嘛 他就返還給我 我要的結果了 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VBA裡面那些函數啦 使用方法 如果有興趣同學 自己再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額外補充的 還蠻好用 其實當然 Day除了說可以 算日期之外 他還可以幫我算什麼 10分秒 也可以去算那個 就是 多少小時之後啦 多少分鐘 多少時間 那時間也可以算 所以這個函數 還蠻廣的 所以這個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你就 你就把這貼上去 再來就weekday 那weekday其實觀念很 應該很容易理解啦 結果 超乎數 這個是禮拜期 我們可以用 日期時間裡面的weekday 然後按確定 把時間給他 後面這個我建議是空白 按個確定 那 理論上應該回來的 會是一個數字 5 那你想說5 5到底是什麼呢 基本上 特別的注意 就是說 weekday 因為這個 以前是 美國那邊設計的 所以 他們的觀念 跟我們的觀念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他們會認為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是 禮拜 禮拜天嘛 我們一般 一個禮拜第一天 通常是星期一嘛 所以不太一樣喔 那因為他們設計的 所以你要觀念要改成他們的觀念 所以5的話應該是 禮拜多少 禮拜四嘛 所以 5 6 3 那你 當然你可以格式化 我剛講過 你在日期裡面 也有一個星期幾 有沒有 星期四 5 6 3 有沒有 好 那實際上格式化之後 也可以看到 禮拜幾 這個部分 那當然你也可以 格式化成 星期幾 做法上面 其實 其實這邊可以 制定一下 有沒有 這邊可以看到嘛 AA 如果你把它掃一個 A的話 那就周期 好 可是剛剛有同學 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呢 把這個公式 比如說做到這邊好了 那你希望呢 這個結果 把它改成 改回原來的 比如說 通文格式 那你希望顯示的 不是什麼 不是這個 數字 也不是 周期 星期幾 而是它 需求好像是這樣 就是只要什麼 4 5 6 刮鬍 刮鬍 類似像這樣 因為內建裡面沒有這東西 所以 你就變成說你要自己制定 那你不能說 AAA是周期 4 3個是周期 4個是星期期 那是不是兩個 兩個是不是 當然 應該不是啦 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說你要變的話 恐怕你就是要用什麼 自己把它做出來 然後串在後面 喔 比如說我們剛剛做這個 這個格式 這個地方 你要加上那個東西的話 那你就是 要怎麼樣呢 第一個 一樣喔 比如說同學的問題應該是 先把這個改成中華民國力 的這個好了 制定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比如說我今天改成 點 這邊改成 MM 這邊改成 點 這邊改成 DD 點 OK 那後面的話 沒有什麼收集 它只是這樣 希望 比如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星期 星期四的話 它希望 顯示的話就是會是類似像四 但是你不能打固定啊 因為每個都禮拜四了 所以怎麼辦呢 這時候格式就不能加在這裡 你按確定 第一個 先讓它怎麼樣 顯示成這樣子 那第二個你怎麼樣把後面加上去呢 很簡單 AND 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呢 一定會有一個這個啦 當然你不能直接也不能直接這樣打上去啦 打勾之後 雖然它看到的是 這樣的格式 這樣也不對啦 所以 你要串接的話 那用什麼方式呢 可以把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的東西 把它加上去 這裡可能你就要想想看 前面講過 多重邏輯 如果是1輸出 日 2輸出 1 1是那個 中文 這個這個 國字的1 所以這邊的話 恐怕你要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串接後面 可以達到我們要的 結果 這個也許可以試試看 剛剛同學問到 這個牽涉到多重邏輯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特別注意 那也許想想看 然後 這個星期幾 特別注意 是美國人觀念 那後面還有YMD 請各位自行在練習看看 year 把year年的部分抓出來 month day 那其他還有像time time的話牽涉到就是說 時間的計算 時間怎麼計算 在雲端白板上面呢 我有一些範例 比如說如果你要 52秒之後 怎麼算 12分鐘之後 10個小時之後 或者是 幾個小時幾分鐘 幾秒之後 那算法在這裡 也是要用 日期有 day函數 那 時間有time函數 OK所以計算的方法 特別注意 另外的話呢 其他還有就是說 後面我們還會提到 算公時的 比如說你禮拜六禮拜天沒上班 扣掉 國定假日 扣掉 公時總共有幾天 這個是network day 然後呢 公時是哪一天 有沒有 這個是哪一天 幾天之後 會扣掉禮拜六禮拜天跟國定假日 這是哪一天 OK 這work day 下個禮拜也許我們再來看就是有關 年曆 如何快速產生一個年曆 比如說我輸入 也許我輸入 某一 天 某一年的 1月1號 向下向又自動產生 一整年 一整年 特別說要下一個公式 然後再來就是說把禮拜六禮拜天 設定成 這個 就是說不同的顏色 那最後 最後 當然也可以寫成vba 不過vba的部分 其實 難度非常的高 這邊有個年曆 雖然城市沒幾行 不過 你按下 這個按鈕之後 他會叫你輸入 某一年 他會自動全部幫你全部跑完 然後呢 也會把禮拜六禮拜天 全部格式化 有興趣的同學回去可以先 看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話 先 講到那個 日期時間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範例 那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下個禮拜 再繼續 繼續來來來看